嗨,大家好,我是不想上班的布莱蒂 上一部影片里面我们聊到 搭配Trip Plus与湾区酒店合作的专案价格 2021的下半年是冲往Hyacobolis的最佳时机 即使你从来都没有住过凯悦酒店 也有非常大的机会用正收益取得含金量最高的酒店汇集 但这边又衍生出几个问题 在上一部的影片里找不到答案哦 像是既然住20万就能够取得Gobolis 继续住到30万去拿里程碑奖励这会划算吗 或是很多朋友在年初的时候 已经透过双倍防腕这个活动 拿到了30万变成了Gobolis 那布莱蒂还会建议继续冲40万50万甚至是60万吗 今天的影片里布莱蒂就来帮大家详细分析 为什么冲到60万会是最划算的选择 还有什么地方是千万一定要留意的 别忘了如果想要得到布莱蒂第一手的实战教学攻略 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按下小铃铛 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完成了20万挑战之后 有必要继续冲到30万吗 这是因为凯悦的会员计划有里程碑奖励的机制 住超过20万之后 每新增10个晚上的住宿记录都会拿到各种不同的奖励 所以布莱蒂关心的事情非常简单 就是加上这10万的住宿你的总成本是多少 还有额外会获得哪一些奖励 奖励的价值必须至少大于你的成本 住到30万才不会不划算嘛 Trip Plus目前与湾区酒店合作的专案 住10万的含税价格是733美金 住宿的部分 Goblix会员可以获得10725积分的回馈 如果你持有Chash High E的联名卡又有被target到积分翻倍的活动 刷卡消费可以再拿下5860的积分 因此总共你可以多拿16585分 我们就来算一下边境成本 733美金除以16585分 大概是4.4个sample point 这与凯悦直接卖积分给消费者的价格1.8sample point相比 高了不只有一倍而已哦 所以目前看起来充30万并不是个划算的选择 但是不要忘咯 住到30万你还会获得额外的里程碑奖励 包含一碗最高等级4的住宿 加上两张的行政酒廊使用券 布莱蒂这边先把刚刚获得的16585分 用1.6sample point的价值来估计 那就是265美金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一碗最高等级4的住宿 加上两张的行政酒廊使用券 能不能够达到733-265至少468美金的价值呢 布莱蒂随意看了几间等级4的酒店 像是许多观众朋友去欧阿湖会住的 HIGHER CENTRIC WAKIKI 或是在SEDONA的HIGHER RESIDENCE CLUB 免费房的价值大约都是在220元美金左右 468扣掉220等于248美金 所以你要不要充30万 就在于住宿需求 能不能让每一张的行政酒廊使用券 发挥至少130美金 甚至是更多的价值 布莱蒂觉得啊 如果你经常跟家人一起出游 然后必须要多开一间房间 每次入住的碗数在3-4碗甚至是更多 那用一张130美金的成本 去换行政酒廊的使用券 的确有其价值 但是如果你大多是自己出门 那布莱蒂反倒觉得不一定要充30碗咯 第二个问题是 有些朋友在年初的时候 因为当时凯悦有双倍防碗的活动 他已经拿到30碗变成Gobolis了 那在这个专案里面 还值不值得继续住到40碗 50碗甚至是60碗呢 布莱蒂继续使用上一题我们用的成本效益比较方法 住到40碗 你的额外花费一样是733美金 住宿与刷卡消费的回馈加起来也是16585积分 这样子答案就很明显了嘛 因为住40碗的里程碑奖励只有5000积分 你的边境成本啊会高达733美金 除以21585等于3.4个Sample Point 以直接购买积分来说 这完全是天价 所以只从30碗住到40碗是不太建议的哦 那住到50碗呢 你的额外花费会是1465美金 能够拿回33170的点数 换算为现金价值啊 大概是531美金 最关键还是在于50碗的里程碑奖励是什么 能不能超过1465-531等于934元美金的价值 答案呢 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套房升等券 你可以用套房升等券 把付费的住宿入住之前就确定升等到标准套房 最多一口气呢 可以升等7个晚上 像是布莱蒂疫情之前去住的冲绳 HiA Regency Seragaki 虽然只是一间等级4的酒店 但是一般房与套房的差价高达每晚420美金 所以我只要住3个晚上 充50碗就是划算的选择啦 至于充60碗呢 那绝对是划算的 因为你多住10万的成本一模一样嘛 但是60万的里程碑奖励 比50万除了升等券之外 再加码一张最高等级7全世界不限地方的住宿 你随意用在像是Andas Maui 或是Grand Haiya Kawaii 或是像是Vantana Big Sur 都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价值 说了这么多 大家肯定很想知道凯悦的汇集挑战该怎么注册 布莱蒂这边得到了最新的DP是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或是Twitter给凯悦的客服 请他们帮忙注册 年底前住满20个晚上就能够拿到GoBoris 最后啊还是要来平衡报导提醒大家一下 这两部影片里布莱蒂在计算积分累积的时候 都是和大家报告最佳的情况 你可能没有Cheers Haiya的联名卡啊 你也可能没有被target到积分翻倍的活动 这些都会影响最终你赚取积分的多寡 因此在订房之前 一定要动动手指计算对你是不是划算的哦 还有一件事 虽然套房升等券超神 布莱蒂超爱 但是你只能用在付费的住宿上 如果你平常的消费习惯是尽量不要花钱在饭店上面 套房升等券很可能会变得看得到吃不到 也请大家务必要谨慎思量啰 因为最近Triplus刚好跟湾区酒店谈到了一个很棒的价格 布莱蒂今天的影片就尝试分析多种情况下刷房到底划不划算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 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 或是想要听任何新的题材 都欢迎留言让布莱蒂知道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